Dear 22岁的球最近好吗 告诉你哦 33岁的我和你最喜欢的插画师合作了耶 不要急着问我事情怎么发生的 先听我说完吧 我要谢谢你继续往前走 走在最喜欢的路上 即使这条路早已不是你想象中的美好 也早就失去控制 但不至于太过悲观 因为你不再只有唱歌 你还会学到很多东西 你会去许多城市 遇见各式各样的人 做很多不同的尝试 你会爱上以前讨厌的书本 爱上独处 却也爱上与他人连结的时光 你会不断练习等待 割舍 慈悲 冷酷 与越来越多的告别 你会知道很多事情再也无法那么容易就能清楚的划分黑白 你会开始知道自己真心想要什么 或是看清自己的能与不能 我知道你一直都不相信自己 不相信自己的好 不相信自己办得到 于是你很努力 即使努力的速度和方向 并非普遍大众那所认定的正确 前方是没有终点的未来 努力的同时 别不小心就推开了关心你的人 那些提醒你 要记得爱自己的人 你终究会在路上拥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做好自己该做的 就能给真心被你吸引而来的人一些什么 你要知道 这些都需要时间 于是 我要你相信 继续相信 往前走 天中将明亮 有星星 月亮 太阳 和它陪着你 成为你的光 带你去属于你自己的乐园 记得 来到地球的目的 欢迎回到 真实世界 小球 中卷银 我讨厌心物里的坏人 电视剧的坏人 如果生命中 让我们生气的人都消失了 世界一定会更好 我边戏边想着 越想越累 这里是个充满微笑的世界 放拥望去 所有人都堆满了笑容 买卖 破坏 偷盗 抢劫 等红灯 搭车 那笑容刚开始看起来友善 温柔 没多久 就变成了不寒而栗的恐怖 嗯 这里仿佛 被吓了只能微笑的诅咒 嗯 我不舒服 好想要逃离哦 当我一转开门 眉头就皱了起来 这里任何开心 不开心 都用咆哮的方式 哦 这样的沟通 也太强烈了吧 我迫切地想要找这个世界的出口 一打开门 我的眉头就皱得更深了 这里充满悲气 毫无活力 每个人都在哭 这里的人用眼泪表达情绪 我还看到哭不了的人 还得想尽办法地挤出眼泪 这时有个男人 他没和大家一样用哭泣 或用哭腔说话 我决定 问他这世界的事 你 为什么没有流泪啊 我有自己的想法 蛤 我想那不是烧坏脑袋 就是敷衍我 你是这里的人吗 他这么问我 我只是路过 我带的地方和这里差很多 嗯 他说 以前这里大家都很正常 有自己的情绪 想法 解决问题的方式 后来领导者灌输流泪 才是最好的 对的 正常的观念 渐渐的这个世界 只剩下哭泣 哭不出来怎么办啊 政府或生技公司 会研发产品 散布在水 食物 甚至空气里 一旦身边的人都在哭 不哭的人 就会被当作怪胎 那 你不怕吗 我从小就被贴上标签 免疫了 我只是在想 他们会不会有一天 想起其他情绪 或者是让自己 不再只有哭了 希望如此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我 只能这样回答男子 转开下个门把前 我没任何犹豫 曾以为我的世界 已经很疯狂了 没想到 当世界只剩单一面相 更让人觉得可怕 而且情感本来就要 由心出发啊 为何用不自然的改变 来剥夺了人的本能 这世界本来就要 有每个独一无二的人 来创造更多样的精彩啊 当我打开第一次道门 有人哭 有人笑 终于正常了 正当我松口气的同时 却发现这世界竟然是黑色的 这里的菜饭很特别 菜一个个分开还写上名字 为什么这里的菜 我正开口到一半 忙碌的他就打断我了 这对黑猫猫的你分得出来吗 这边的人看到的颜色 也和我一样吗 我发现这个世界的人们 拿着像是稀油面纸般的东西 隔壁阿姨非常熟人的 把几张纸叠在黑色的萝卜皮上 萝卜的表皮 结出纸之后出现了白色 它是红萝卜 这发明也太神奇了吧 真的让人惊讶不已耶 但我也想着 如果他们可以看见色彩 人生一定会超级不同 当我还在惊讶时 眼前又出现了门把 在某些时机 总是会出现离开的信号 当我转开门把时 才发现 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害怕未知 或许我比想象中 更爱冒险吧 门的背后是一座座高山 这里雪白一片 白雪覆盖大部分的植物 就像盖上白色厚棉被 风很大 应该要很低温 体感却是舒服的 这里四周没有什么人 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突然 有一只羽毛非常鲜艳的彩色鸟 眼睛大的夸张 当我们对上眼时 头脑会有点晕 没多久 头脑就变得平静 很清晰 奇妙的是 当我往前一步 它也会往前一步 我走第二步 它也走第二步 我特别注意它的步伐速度 和脚步方向 它伸出的第一只脚 竟然和我一样是左脚 我觉得有点好玩 它说话了 它每眨一次眼睛 我就知道它在说什么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们开始对话 你一直都在这里吗 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这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雪 你羽毛颜色真的好特别哦 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的配色耶 如果下一个门出现 你要和我一起走吗 不知道聊了多久 只知道我把它抱在胸前 躲在眼壁里 好让风吹不到我们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醒来时 眼前的一片黑暗中 有道发出黄色光的门 门出现了 走吧 我一边看着门 一边说着 说完才发现彩色鸟 不见了 我直觉性地打开门 第一次听见声音 而不是噪音 这里充满音乐 是之前所没有的平静 就像住家的顶楼 看到的夕阳 像是曾经脑中美好的世界 没有困扰 不安 恐惧 一切都非常完美 舒服的音乐 持续播放着 像是永恒 而途中经过的每个人 腰脊上都围绕着白色的云 这里也太舒服 太完美了吧 我这样想着 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呀 一个优雅的老太太 这么问我 一个黄色的门 展开门之前 是不是有看到一只彩色鸟啊 老太太缓慢地询问我 嗯 我还在纳闷老太太 那缓慢的口吻 彩色鸟 看黄色的门有关吗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感觉心跳开始加快 那是幸福的讯号 只要人在最纯真的时候 回到内心 心中就是彩色的 这时就可能会看见彩色鸟 但是当内心充满彩色 也代表同时拥有黑暗 这里的人永远快乐 平和 安定 与自在的原因是他们想永远待着 这 所以 这些人的彩色鸟 全都放在我这 这里的人 什么颜色都拥有 唯独黑暗 为什么我不能拥有彩色鸟 也同时在这个世界呢 是彩色鸟帮你开启这道门 只要你将彩色鸟放在我这 以后就不用担心 也没有烦恼 更不会伤心了哟 你再也不用回到真实世界里 去面对讨厌的事 你会渐渐忘了所有的一切 这个梦 就会永远美好的哟 我还没有和朋友道别 我也还没有准备行李 还有我爸妈怎么办 在你的世界里 我是每个人 都可以遇见彩色鸟 如果他们做梦时 没有来这里 就没有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机会 如果彩色鸟一直在我心里 那我随时要来都可以 我理智气壮地说 一个人只有在最纯真 最没有预设立场的时候 才有可能来到这里 如果醒来之前 没有交出彩色鸟 就不会回来的哟 老太太的意思是 人的纯真会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吗 那些得到永远快乐的人 是真的快乐吗 仔细看看周遭的美好 我突然想起爸妈 想起爸妈为了鱼皮尖的太焦而斗嘴 想起坐在我斜前方 那个打瞌睡的男生 想起下周一 要去巷口雜货店买那一支 被我取名为霹雳的残宝宝 我想起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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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和老太太说 梦醒之前 我有考虑的时间吧 从来没人跟我要过时间 破例给你也没关系 因为我知道 你还是会交出彩色鸟 你看到对面的夕阳吗 直到夕阳完全落下前 你必须决定 决定好了 就到这白顶红字招牌的杂货店找我 好 我说完 看见杂货店招牌 就是我下周一要去的 不就是一模一样的店吗 就在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时 突然想到彩色鸟 不知道它会怎么想 可是我也不知道哪儿 才能呼唤它出现 只有回到自己内心的人才知道 我不停在耳边听见这句话 这时一个女生经过我面前 她 她 她腰气没有云 背后却有类似彩色鸟的翅膀 我尾随着她 看她要去哪儿 你想要陪我走一段吗 她突然转过头问我 我 你想问我 关于翅膀的事情 嗯 你的彩色鸟 还没换出去 不是吗 你怎么知道 傻瓜 问你自己就好了呀 那你怎么可以有翅膀 我 我刚刚听老太太说 那时的我 和你一样不知所措 虽然喜欢这里的舒适 和永远的快乐平和 但也想保佑我的彩色鸟 所以我了解了好几次这世界的规则 才发现我能用其他的方式交换 你和美文阿姨聊过了吧 她问 算有吧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耶 听你的心 你看背后 当你倾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彩色鸟的翅膀就可以被看见 所以美文阿姨才会来找你呀 美文阿姨要那么多的彩色鸟干嘛 我不解的问 在这里不需要面对不开心的事 不需要为明天烦恼 把彩色鸟收好 可以确保这个世界的安定呢 那 美文阿姨不会担心你吗 你的翅膀那么鲜明 我是美文阿姨的助手 从真实世界里 找到对自己有疑惑 却愿意倾听内心声音的造梦者 守护他们的梦之旅 带他们来到这里 所以我必须看见 体会 明白 与了解真实世界 不完美的那一面 我要继续下个行程了 不管你要不要留下 要不要交换彩色鸟 都要听从自己的心 就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中顾 这是我要的世界吗 这真的是我要的世界吗 这真的是我要的吗 西洋渐渐下降到接触到体平面 能思考的时间所剩不多 我突然感到心里微微发热 混乱的思绪突然变成清明 我讨厌真实世界的混乱 不安 贪婪 缺陷 污染 和罪恶 嗯 我也希望人生没有遗憾 但 有了这些 我更明白 自己是真真切切地活着 没有什么选择是最好的 每个人都会经历身所病死 我决定 我要保护我的彩色鸟 属于我独一无二的彩色鸟 这是我要的 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对自己这么说 或许 依然会有遗憾 或许 不完美 但 倾听自己内心 才不会走偏的真实世界 这样的真实 我才感觉活着 夕阳已经落下海平面了 眼前出现彩色的门 和彩色鸟一样的颜色 虽然没有人告诉我 但我知道 一旦踏出梦境之后 我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就在我决定走到门边 转开门把时 我的脚边出现了云朵 就是这个世界上 人们在腰肌上的云朵 看似柔软 却扎实 何许的夕阳 已经渐渐下降到 海平面的四分之三 我没有和任何人道别 我没和翅膀女孩说再见 我也没去杂货点 但我知道 他们已经听出我的选择 我的脚边 一阵温暖 下一扇门 打开了 现在是半夜四点四十四分 我必须把这个故事记下来 因为我知道 没多久 我就会忘记 我必须把这个故事记住了 我必须把这些故事记住在这里 我必须把这个故事记住在这里 我的脚边 是在我的脚边 我必须把这个故事记住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